上节课我们讲了超系统的历史 我们为什么要讲历史呢 历史让我们明智 通过超系统的发展历史 我们可以看出超系统中最核心的里程碑式的东西是什么 上节课我们总结了 就是那两个图像 一个是多进程 多任务切换的图像 一个是文件操作的图像 那么这两个图像也让Unix Windows获得了成功 那么这些系统就实际上就是对这两个图像的一个 很好的一个完美的一个实现 那么对于我们的任务 我们的任务呢 我们这课程是干什么呢 我们说过 我们这课程就是要打开超系统 看看超系统到底是有 到底是怎么做出来 那么超系统怎么编写出来的 怎么做出来的 那么肯定要围绕这两个图像展开 那也就是我们后面的课程要围绕着多进程图像 和文件操作图像 这两个图像展开来进行讲解 那么本来应该是直接又开始讲多进程图像 在这里我们又做了一些事 我们将任务再封解一下 让大家看得更加清晰一些 更加清晰一些 那么我们采用的方法是什么呢 温故而知心 我们现在将前面所需的内容串一下 串在一起 串在一起来看一看 我们在接下来的内容中会一段一段的去讲解什么内容 那么温故而知心 我们首先第一个讲的就是什么是超系统 什么是超系统呢 当时我们说过就是管理计算机硬件的软件 那么要管理硬件就得需要知道什么是硬件 哪些硬件 有CPU 有内存 有写实器 借盘 打印机 这种Io设备 还有磁盘 和磁盘上的文件 着风为这四个部分 所以可想而知 我们后面的着集中的四个部分上 就是CPU怎么弄 CPU怎么管理 计算机是管理硬件的 CPU怎么管理 内存怎么管理 实际上这两个管理合在一起 就是多竞争图像 怎么管理借盘写实器 这样的Io设备 怎么管理磁盘 怎么产生出文件 实际上这个合在一起 就是文件图像 那么我们还说过 我们还说过 我们要讲超系统是如何管理硬件的 它是怎么做到 怎么个做法 我们是通过上层应用 切入进入超系统的方式 也就是说我们想看看上层应用 是怎么用超系统 到了里面 它是变成什么样的 具体怎么做的 具体这个CPU是怎么用的 具体内存是怎么用的 我们是采用这样一个套路 好了 所以这就引出了 后面讲的内容 后面讲的内容 有接口 有启动 有初始化 系统的启动 那么超系统是如何启动的 我们讲了一大 讲了很多 最后大家实际上发现 整个超系统的启动 无非就是把超系统 从磁盘上读出来 放在内核中 放在内存中 并且在内存中立得起来 什么叫立得起来 还记不记得 那个MAMMAP 还记不记得 这个东西 MAMMAP 它很具有代表性 很具有代表性 什么意思呢 那么超系统要管理硬件 怎么管理硬件呢 肯定要设置一些数据结构 要根据数据结构来管理 这个也非常常见 就像我们要管理学生 我们要建立一个学生档案 这个非常符合常识 所以所谓启动是 所谓启动是什么呢 最终的目的就是要把超系统 在内存中立起来 并且要根据相应的设备 形成一些相应的 初时化一些相应的数据结构 那么初时化完了 调用这些RINT函数 调用这些RINT函数 初时化完了这些设备 设备的对应的数据结构以后 那么接下来怎么做呢 就启动了Shell 我们说过 这个地方就启动了Shell 那么启动了Shell要干什么呢 就等着用户来使用 这个计算机硬件 等着用户来使用计算机硬件 那么所以也就是说 我们再稍微整理一下 就是说什么 计算机操作系统 要管理计算机硬件 要管理CPU 管理内存 管理IO设备 管理磁盘和文件 那么它是怎么管理的呢 这个操作系统写了一堆代码 这个代码首先从磁盘上 把它读进来 放到内存里面 并且要初始化一些数据结构 立起来 把它立起来 一旦立完以后 上层应用再通过 这就是接口 再通过一个系统调用 一个函数 比如说open 再通过这样的系统调用 上层应用 现在已经立起来了吗 里面已经有数据结构了 已经有很多代码了 都放在内存里了 上面再 上面通过一个系统调用 通过函数 就可以进来 上一课 前面我们已经讲过怎么进来的 变成link 0x80中断 然后到了系统里面 系统又展开着相应的处理函数 sysopen 对 就是sysopen 那么sysopen要干什么呢 很显然就要调用一些代码 调用一些代码 调用这些代码 其中用到了一些数据结构来做这事 当然接下来我们就要详细的展开来说 sysopen怎么做 什么什么怎么回事 就这样一个概念 好了 温故也 温故完事了 那么接下来就执行 也就是说 根据前面的思考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后面会讲什么内容呢 超新统要管理硬件 所以要讲CPU管理 这是一块 要讲内存管理 实际上这两个合在一起 就是进程 进程式图 多进程式图 进程 为右 进程式图 要看这两个 那么而这些东西呢 是设备的管理 我们要讲终端设备的管理 其他设备的管理是类似的 我们要讲磁盘管理 这两个部分合在一起呢 就是文介式图 file 为右 所以可以看到 我们主要讲这四个部分 这四个部分实际上 已经管理好了单机 单台计算机 单个计算机 单CPU的情况 它的基本样子就全有了 是吧 再具体一点 所以我们就要讲这几个部分 再具体一点呢 再具体一些呢 我们要是通过接口 是吧 进入到系统 那么什么叫通过接口 来进入系统呢 CPU是怎么管理的 进程是怎么用的呢 fork 是吧 进程是怎么用的呢 fork 所以我们要 我们要看 是吧 我们要通过fork来进去 来看具体怎么做到 那么内存是怎么用的 内存是怎么管理的呢 内存是怎么使用的呢 地址 我们要看这条地址 星P等于7 它是怎么最后使用内存呢 而这个使用内存 为什么跟多进程图像 是接在一起的 这就是这一部分 是吧 那么再说一遍 就是展开来具体来说的话 fork是什么 为什么它会管理CPU fork出来的东西是什么 凭什么它就可以管理CPU 那么内存 通过星P等于7 操作一个地址 我们就能使用内存 为什么能使用内存 是吧 它是怎么做到 为什么两个合在一起 是形成了多进程图像 是吧 为什么两个可以合在一起 这都是后面要学学力 然后设备 是吧 操作设备 为什么说 是吧 为什么 设备驱动 是吧 为什么说它是文件师徒 为什么呢 因为设备 对应的是操作设备的文件 是吧 这个可能有些人 稍微的了解 是吧 比如DEV什么 那么操作设备 也是操作文件 为什么操作这种文件 就能够操纵对应的设备呢 比如说DEV DEV TTY 0 DEV TTY0 操作这个文件 就可以操作显示器 是吧 操作接盘 那么操作别的文件 是吧 操作别的文件又是什么 操作正常的文件是有什么 我们知道操作文件 怎么操作文件 Open一个文件 那么Open一个普通的文件 在磁盘上文件是什么含义 Open一个这样的设备文件是什么含义 为什么可以纳入到统一的文件试图下 它在纳入到这个文件试图以后 接下来是怎么展开来的 也就是说Open一个普通文件发生了什么事 Open一个设备文件发生了什么事 这是我们后面要讲的核心内容 那么所以从下次课开始 我们就要开始讲多进程图像中的进程是怎么回事 怎么做出来的 讲清楚这个以后 当然会延伸出很多问题 讲清楚这个以后 我们就要开始讲内存是个什么概念 为什么星P等于其可以访问内存 以及星P等于其访问内存和多进 和进程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是吧 然后我们讲完了这个情 讲完了这一部分以后 就可以开始最后一个部分 文件试图 我们要讲清楚一个设备是怎么驱动的 Open一个普通的设备 Open一个设备文件是什么 那么磁盘是个什么东西 Open一个磁盘文件又是什么含义 他们又怎么纳入在统一的文件试图框架下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详细地展开一部分一部分说 好